大家好 各位ECFA ECFA的全身叫做兩岸經濟結構合作家庭 它的主旨在使兩岸的經貿關係正常化 然後促進台灣的貿易更加的進化 它的主要主要的主旨有分為四個 第一個就是降低關稅及排除有關被關稅貿易的障礙 讓南岸的貿易更加的順暢 也可以保障在大陸台商的一些權益 第二個就是這項協議只適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 只是單純的經濟合作議題 第三點就是根據官方所示 這項議題只對A 就是一切在以台灣為主 對了你有利的原則下進行 最後就是兩岸如果簽訂一切FA 享受到出口免關稅的一些產業 它的競爭力就會大幅提升 然後它的廠就不用設在 就是它不用外移至中國大陸 有些就是它的廠商啊 它的設廠就可以留在台灣 就可以遭到更多的就業機會 今天我們介紹一下它的 就是我們在分枉它協商 找到這些它的協商性的原則 其實當時國安會秉持著 國安會堅延公平的原則 絕對不會自我愛好啊 另外政府將依據馬東東的程度 不會進一步開放大陸勞工買台 也不會開放大陸的農產品進口 所以一切會符合國家需要民意的支持 以及國會的監督這三大原則 所以我們講一下 嗯 那架構協議 就是很多人啊會覺得說 他會針對說 欸 他可能會因為議題的某一項 他覺得不喜歡或是他會反對 然後就想要進而推翻整個 整個架構協議 那只是我們這邊想一下 什麼是架構協議 上面可能寫了有一些 講的比較文字話 我用口語的方式解釋一下 什麼是架構協議 就是我們在協議的過程中 可以將先完成的部分 就是先行開放 譬如說 嗯 減免關稅啊 或是 優惠市場 還有一些 然後 當遇到一些 遭受大家 強力反對的 一些議題啊 這一部分 我們就可以保持著 在三連的態度 並不用虛惡說 因為某一項的 有一個項目不合 就想要全反對方 這個議題 再來我們就講一下 那個 他的優缺點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公報組的最新數據 資料 就是2022到3月 就是我們配套貿易總盟 跟出口家庫 就是以中國大陸 分手 中國大陸就是 進行為台灣的 第一大的貿易平凡 接著我們再來講 CFA的優點 分別我們 再回來下 首先6.1 企業營收增加 發股影響 CFA其實是許能夠做出的協定 做出的協定 並有強制性 但在10年內 只兩邊必須要完成 90%的商品融物完成 和中國最大的開放市場 我們收集的產業 有工房 支業商品業 石油 機械產品 化學塑膠業 機械業 以及石油業務 合理 因為石油的 關稅是6% 那時候 我們 2000的EFA 就會降為0 我們將 剛好取代 日韓的38%的市場 優點而3C會有修列增加 新增調漲 研究顯示 經濟成長率將會有1.728%的成長 失業率將減少為2.63% 而外資中資合資會會有 產生跳板效應 什麼是跳板效應呢 就是 先被拒絕 對中國大陸拒絕的日韓 將會以台灣為拒絕 進而同時中國大陸 我們就會成為一個 中國大陸的效果 優點3 避免貿易編入的話 其實中國在簽DCFA的同時 它也會跟其他國家簽訂 FTA自由貿易協定 要是我們簽署DCFA的話 我們整個經濟等合體系 將會被拒絕的話 意思就是說 其他國家都有簽署的協定 卻沒有 這樣造成我們的檢視 優點是投資保障協定 優點是投資保障協定 我們簽訂了一個協定之後 就是外國投資方會覺得 我們台灣的安全性 投資的安全性 保障性會提高 會更希望投資台灣 而且在大陸的台上 也會有所保障 因為也有保護台灣的 智慧財產權 我們有些商標的專業 是很像劇或是唱片 都會受到保護 以及我們大陸的道理 的威脅 接著我們要講缺點 接著我們提到 AFA的缺點 缺點 我們分成兩大流 第一點就是 商品與人力低價 進軍衝擊落資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簽了AFA以後 我們會要求大陸開放市場 而大陸也會要求我們開放市場 我們在雙方都必須開放市場的情形下 大陸的商品輸入 會對台灣的市場 產生衝擊 那第二點就是 WTO的最惠國待遇 照WTO的最惠國待遇 講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大陸 什麼樣的好處 我們也必須可以 其他會員同等的好處 那可是 因為FDA講說 兩國之間相互的好處 可以不讓其他的國家拿到 可是 因為 就是這個盲點 WTO也有 顧遇到就是 就是 WTO 也有強勢規定說 雙方不能永遠在協商過程 在十年內如果 一定要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商品 無格要免稅 所以 政府現在 其實提到 我們能看到的好處 可是 過十年以後 很多壞事都會接種過來 第三就是 弱勢產業跟老公的收支 就像剛剛講到 我們會開放市場給大陸 那 大陸的金融業 餐飲業 還有 服務業 也會大直的入侵台灣 那 大陸一些資本 比較雄厚的 公司來台灣 就可能就會把中小企業給打倒 那也會讓 台灣的 勞工 可能被 大陸的低價 低價勞工取代 而且 他們的薪資也比有點低 所以 台灣的勞工 也會超少少少少 所以 那 對大陸的依存度高 需要看大陸的名字 我們舉 台灣在民國七十年的時候 賣 鰻魚給日本的移植 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台灣的鰻魚 它的價格低 所以 日本向我們大量收購 而台灣那時候也掀起了 在西部沿海 大量養鰻魚的風潮 而那個時候最高的產生 可以破牌力 那 可是 因為 在西部沿海 日本專業的本土鰻魚 當然就不高興 所以就 後來就引起了一些 抵制的動作 而讓 台灣就是沒有辦法 大量的把鰻魚 輸往日本 那 之後 台灣能把你去養殖業 也就 因此崩潭 而流 然後 只留下現在就是西部的低層下限 那 由剛剛的這個鰻魚的比例子 你可以看就是 雞蛋跟 雞蛋不能都放在鴻魚蛋 就是現在我們對大陸的貿易 一層 已經來到了四層 那 MFA開放以後 肆病還 肆病就是還會再往上提升 那如果 假設 會來大陸中國 中國大陸突然就是 激出一些 非關稅的障礙 比如說 商品有汙染 或者是 規格不符 然後 不讓我們的商品 可以進去他們 國內的話 那是因為對我們 造成很大的成長 那最後就是黃金十年 在 剛剛提到WTO所講的十年裡面 如果我們不進行產業升級 那 勢必十年以後 大陸的產業進來 我們 很容易就 大陸龐大的競爭力 很容易就把我們壓掉 所以 產業升級這部分 也是需要做 很大的改革 而產業部分的升級 也是很難 就是 就是 有所 就是 是一個大挑戰 那 接下來 我們 我們結論是 簽訂ECFA 對台灣的衝擊 一定會有 衝擊 有好有壞 但是我們還選擇要做 為什麼我們要做呢 因為現在 自由貿易是 整個世界經濟的趨勢 然後 WTO也一直致力於 免關稅 然後 如果我們不做 這些事情 會造成什麼結果 你看 當你思想 各國互相在貿易的時候 他們都免關稅 而跟我們交易的時候 會 卻需要關稅 你看 這就會導致台灣的 經濟體系 在世界貿易被邊緣化 邊緣化以後 你要想 你要想到它的後果 所以我們要先求有 再求好 我們必須在 世界貿易的體系中 擁有一個我們的角色 我們才能把我們的角色 發揚、光大 變得更好 然後如果我們現在 不簽 承受一些損失 那以後 我們 也不會再有損失 因為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然後 而且 跟對岸簽了ECFA以後 我們還可以促進其他國家 跟我們簽訂FTA 然後 將整個台灣經濟 在世界貿易做結合 然後 而我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ECFA有別於FTA 它雖然是 它雖然是 FTA的前一部 但是 它並不受到 WTA10年的 WTO的10年限制 然後 而且我們現在所要做的 就是在ECFA的架構條約下 做最大利益的增值 好 到時間時間 好 謝謝 三個問題 有沒有誰要問 有沒有誰 我們先舉手 三個 這一個 還有第二個 這個問題 兩個問題 所以多到三個 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 好問好答 那 檢查就好 簡單 好 三個問題 問完之後再答 請問一下 FTA跟ECFA有什麼不一樣 請問一下 FTA跟ECFA有什麼不一樣 好 謝謝 問題 FTA要簡單答 問 就是剛剛有講到說 先跟中國簽ECFA以後 可以跟其他國家簽FTA 那這個 其實就跟其他國家 FTA的先決條件 並不是跟中國簽ECFA 是為什麼台灣會選擇 先跟中國簽ECFA 然後再跟其他國家簽結的策略 其實是為什麼 怎麼了 就是 那個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說 ECFA會增加就業機會 可是我之前聽到ECFA 大家也會產生失業的問題 為什麼 好 這三個問題 像 那一問題是ECFA跟MTF 那我先解釋一下FTA FTA它的群名應該是 FreeTrader 規管 它是自由貿易協定 它是一個具有法律 藝術性的 那個條約 然後它可以 它是兩國和多國之間的 就是 貿易協定 然後可以 造成 就是可以促進經濟股化 然後 可以促進經濟股化 然後 可以 就是 我們可以 破除貿易的 像是關稅 其實這次就是關稅 然後 可以讓服務和商品 在國家之間 也是有移動 那 就是可以 提成就是 我們台灣商品 在股民間之間 那一些不會 就是 就是剛才有介紹 所以我們就是剪獎 你的獎 可以加上 沒有 第二部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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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目前的 就是情勢就是 因為大陸沒有跟我們簽嘛 那加上 例如說 我們現在的 情況就是跟 就是跟其他國家全部都沒有簽 那 那我們 就是像東南亞國家 好 東北亞國家 就是他們 跟中國大陸這個世界 有抱歉 他有 就是 那個 就是 蒙國 蒙國關係 就是結盟 結盟關係 那這樣的話 就是他們 他們要跟我們簽訂 討約的話 中國大陸就是 可能會有打壓的情況 就是 所以 我們如果跟中國大陸 先簽訂的話 就是變成說 我們也是跟大陸是 好朋友 就是建議朋友關係 這樣改變 就是他會讓其他的 亞洲國家比較 願意跟我們簽約 因為我們也算是 就是跟 中國大陸也同 那第三個問題 是 之前就是 馬文統 我們就是有 就是有提出 就是說 我們可以 就是 我們可以就是 爭取 就是大陸的勞工不會 不會來台 那 而且我們限定 一些 不會的話 就是 是希望 是希望國內廠商 可以 就是 可以在國際間 有 更多我們的競爭能力 而 不會面臨 就是 而可以避免就是 面臨到 沒有努力的競爭行程 就會 就會外 就是像 就是把工廠外 移到大陸 那如果 如果 可以讓 就是 企業統治 設成 都更有台灣的話 這樣的話 就可以造成 台灣更多的 救援機會 那還有 就是 我們之前有查到 就是中華經濟也就 他之前也有一個報告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 目前就是有 一千零十萬的 就會 然後 如果 他說 就是 然後做一些計算 就是如果你一系列 規定的時候 他預計可以增加 25.7萬到26.3萬 就會 這樣 是這樣 好 謝謝同學的發問 他們的回答 我們再次謝謝這一組的報告 然後 接下來請第二組 預備 第二組已經知道了 準備 好 開始 我們非常謝謝同學的報告 最主要我們是想知道 更多的真相 更多的事實 如果你們覺得 有些什麼地方不清楚 盡管就提出來問 同學不一定就是 都能回答 不過至少 我們懂得發問 然後我們的問題點在哪裡 然後再去查 查資訊 然後確定 事實是如何 那我們要培養的是一個精神 就是所實事求是 我們不會說人因亦云 在我們做一個結論之前 我們能不能做一個結論 那都要看 我們得到的資訊有多少 在資訊不足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 採取比較客觀保留的態度 當然 如果資訊是已經很清楚 而且也針取過很多人 很多種查證 特別是正方反方的意見 我們都聽過之後 我們大概就別怎麼判斷 我們要養成的是這樣子的 科學求是的精神 好 那再來是第二組 不是坎叔的嗎 對 第三組裝子行先組 所以等一下這一組報告完之後 也是一樣 可以有三個問題發問 所以如果想問的話 可以先準備 就計時開始 好 就計時開始 各位朋友好 那 之前那個報告我 計時了之後 接下來要報告反對 那是法的 那首先在 報告反對之前 就是這個 再講一下 就是 簽訂跟法的背景其實是 重複3加1 拿irasas 重褻還有加三 重褻加三 mermaid 加三 美國跟日本 romic 那為什麼我就是 中褻加三 沒有中褻加三 是因為加三 才是真正最影響台灣的 標準 為什麼呢?是因為有韓國跟日本 他們跟日本賣的東西共有相當大的懲截 像面板來講的話 像國際來講三星 這個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 而且這是面板上流紅頭 第二個就是郭台銘 其實在這兩個國家 對於我們國家的 科技產業的競爭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如果中間3加1 已經 中間3加3已經進行 對台灣有非常大的影響 第二個呢是中共的 打壓使得我們台灣沒有辦法 跟其他國家簽訂 MTA 所以面移的問題就是剛才講到的這些 那 這個劣勢以及接下來的說 如果 我們的競爭環境不忍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過去五年十年 會暗層的歷程很多 就是資金會外流 然後工作資金就會相對減載 那時候面對的問題 所以反正我們 藉由簽訂 MTA來讓環境 我們今天的環境更好 今天他在表演上面講的 政府的責任就是製造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呢,讓產業能夠在裡面進行發展 好 那今天的內容剛才都講過了 就是這些 這是從那個 MTA的官方網站上面 用起來 就是他們官方的說法 然後呢,當然最重要的重點下面 是我提起的就是 對中國關稅前面 這是最大的影響 我先講 他們的好處其實很多 我就不一一講 但是呢 他的好處裡面 我把它用 主體字弄出來的其實就是 今天我所要講 認為說 他講的這些優勢 是否真的存在 以及 他給我們的好處 是否真的大於壞處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應該執行 如果不是的話 就應該反對 好 那 首先就是 裡面 九個裡面的其中 第二就是 取得領先競爭 取得領先競爭 對中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優勢 就是剛才講的 因為 日本跟韓國並沒有跟 中國大陸簽訂 任何非理解密關稅的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加入的話 就 相較於 日本跟韓國是有 極大的優勢 而且呢 就剛才講的 我們主要的產品出 出口外交是 機械電子設備為主 那這個東西呢 我在上行 經濟部的那個 錄調的時候 有上行找到 這個是 中國主要的出口產品 那比較小 所以我旁邊有放大 上面是 每年的 出口的 總金盒 那下面呢 是我挑出來最多的 就是剛才講的 嗯 機械電機設備 那我 有算出來下面的 那個 300%比喔 40幾 然後接近快50 這幾年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各種也沒有算出 因為它只有算進到 1月到5月 所以我就不算 那這型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很平穩的 並沒有衰減的一個 持續 那這樣子的 我們在這方面的 主要的 外銷 就跟日文跟韓國文 非常大的 重疊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 呃 告訴我們這個 好處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呃 吸引外資 來台 這樣子 那吸引外資來台 想要 呃 告訴大家 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想要來台 投資呢 就是 當然就是 前進中國大陸 然後外銷全國 那 其實 他們這個 前進 呃 台灣然後要去前進大陸 然後再外銷全國 這個部分呢 其實有一個盲點 就是 其實 有一個名文規定就是 必須要原產地的付加價值 高於百分之四十以上才能夠轉出口 意思就是說 那是過我們的 產品 到了 中國大陸之後 必須要在中國大陸當地 進行加工 或者是任何其他手續 像 它的 產業值 應該要提升到超過百分之四之後 才能夠轉出口 而不能只是我們把貨物 面對中國大陸 然後呢 什麼事都不做 就藉由中國大陸的名字 你需要到東南亞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呢 這就是他們的期待 但是反應上規定 這樣是不行的 那所以說呢 如果 有人希望藉由 簽訂了 法之後呢 我們能夠 就直接在台灣設廠 然後呢 銷刀 直接銷出去 這樣子的規定 再 這樣子的 行動 是 不能夠被成立的 然後再來 有助於其他國家簽訂 自由貿易解禮 這個剛才有講到 而且好像很重要 就是可以讓國際化 不會沒有化 但是其實 中共大陸其實有聲明 就是他們其實反對我們 我們 以國家 然後去簽訂官方性質的協定 那美國其實呢 也在昨天 就 前天 就有 有報表 比如說其實他對於台灣 如果 中國跟 台灣跟 美國簽訂 FTA的話 其實他認為是 獨樂觀的 那為什麼這裡只有講 美國是因為 其實美國是我們 台灣 第 二個 或者是第三個的 出口 而且從 可能 十年五年前 還是最高 但是到近年來 就已經變成中國大陸最高 但是美國還是第二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講 美國其實並沒有 樂意簽訂 這一個 來告訴大家 其實 運輔式簽訂的 FTA之後呢 很多國家都願意幫我們 簽訂 好 這邊就有講說 它的外界在於這兩個地方 為什麼呢 這裡就有講 這是 六月一號 TPS跟 中央社他們的報道 他們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馬昭旭有 表示說 原則上 告訴你們 中國大陸是 不會反對 台灣進行 非官方性的 暴力來往 但是 對於 官方性的協定 我們是反對的 而 FTA 是官方性的 它必須要是 國對國 然後再來是 美國的表態 美國就是前天 他們講說呢 並沒有非常的樂觀 其他原因是在於 其實 呃 台灣 之前有 美國牛的事件 還有很多 那 美國他們 他們認為 既然我們已經都在 講究配合問題下 那我們就必須用 不同行的原則 也就是 全面開放市場 但是台灣不可以這麼做 而且 在還沒有簽之前 已經有這麼大的管牌 只要有問題的產品 絕對不輸入 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成 美國其實對台灣 並沒有非常大的 信心在這裏 所以 他也未必會 樂觀的 看待說 我們要跟 美國要跟 政府簽訂 MTA 然後再來就是 更多的 機會 以及 時間率下降 這個剛才有 問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那其實 原始在於 我們一開始 先講 官方他們的期望 是因為 如果讓台灣 開了一個口 對大陸 那我們就會有 13頁的市場 在數據上 我們就是這樣認為 但事實上呢 我們因為 對大陸開了一個門 讓我們可以消回去 但是我們未必能夠 直接的 下 其他國家去做 貿易 所以我們就變成單一的出口 所以 就變成 我們並沒有真的 有這麼多的競爭力去吸引外資 而且 政府所 算出來的這個 計算 其實是有 然後大家聽拜託 我叫做 通貨的最後一計算 那通貨的最後一計算 就是說呢 除了那些暫時不想找工作的 我們不算 好 那 所有的人 要找工作 都找到了想要的工作 OK 沒有任何浪費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 通貨的最後一計算 性質 這是他們的假設 就是在中心會他們的報告裡面 就有講說 這是前提 好 那 這個前提 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 呃 主要我們簽訂的內容 像是 像今天就有講那個 聚餅C 已經說可以簽訂的 就是收入早期的 早期的清單 但是其實 主要的東西是 化工 然後 然後 機械類 機械 機具 但是其實 像很多 失業的勞工 是可能很多農民試驗 或者是很多 非這些領域的試驗 他們並不是 真的有那個能力 直接去放到這個 裡面去做 所以呢 就會導致說 它如果一個蘿蔔一個 可能這樣子直接放下去 當然會有很高的 成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實際上 並不是完全沒有考慮到 呃 培養的那個時間 然後還有 中國的策略 其實 中國讓我們簽訂F8之後呢 其實它還 在2004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福建設了一個 叫做海峽西岸經濟局 我們檢強海溪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他們經濟的最後一個版本 從哪裡直到北 最後這樣子 那他們在 其實2004年就已經開始了 然後一直發展 規劃 交通任何之類的 然後 他在前天呢 就講說 其實 他們非常願意 以這個基地當作 呃 重點 然後讓台灣 藉由 把這個 配合 趁瑞配合 然後呢 他們可以來 然後台灣可以來這個地方 去做 設廠 投資 而且他的消費 非常的方便 可以流利於大家的競爭 這樣子 那 其實 我們看完前面這些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 就發現其實原來 他背後藏了很多的故事 像 第一個 增加失業人口 這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就是 其實 這個導致了 我們的分工 兩岸的分工 然後呢 就像老總統講說呢 我們 掌握了上游的 技術之後呢 就不會 浪費掉 之後 就是讓下游的 東西 搭配在一起 他就會到 中國大陸 這樣子 那另外呢 還有 低價的產品進來 那勞工 當然他已經 領除掉了 就不會有 但是低價的產品進來 在10年內 還是會成立的 那 剛才講說 EGFA 他 不是FTA 但是實際上 我們都是 WTO的 會員組 我們都應該 出手WTO的原則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是 剛才講的一些 資料 就是 呃 商業 所看的 這些東西 然後 還有就是其實 這一都講過了 這樣子 那 還有這個就是 依賴國 那等到我們最後講這個 結論呢 其實就是呢 其實 就是 台灣它 只有EGFA 沒有 的這種 前提之下呢 其實只會加速 產業的激進 就是到這麼大陸 然後還有事實上 我們真正要面對的是 日本跟韓國的競爭 而不是那種 低產值 低產量的 呃 升級 然後呢 提高 然後變成另外一種 更好 更高 產值的產業 這樣子 才對台灣自己的競爭力有幫助 謝謝 謝謝 好 三個問題 有誰要問 有沒有 先舉手 對不起 三個 好 這邊一個 兩個 還有第三個 沒有 就兩個 這邊有一個 好 三個問題 最後先舉手 先 一樣 三個問題問完之後 我們就簡答 簡單答覆就好 那我想請問就是 如果沒有簽EGFA 那這樣 就好像還是有翻錯問題 那如果 它造成變化 要怎麼解決 如果變化 怎麼解決 好 第二個問題 嗯 其實跟剛剛講有點類似 就是你剛剛說 如果簽EGFA的話 那台灣就會只差 對大陸一個單一個窗口 那請問如果沒有簽的話 你一個窗口都沒有 你打算做什麼 好 一個窗口對立 一個窗口的問題 就是 如果簽了有壞權 那 不簽有壞權 就除了翻錯 好 這三個問題 那 第一個是邊緣化的問題 那 其實這個邊緣化的問題 我們想要先了解 就是說 其實 為什麼會邊緣化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 他們會認為 我們如果 其他我們沒有辦法 用沒有關稅的優勢的話 你就會邊緣化 但實際上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到底銷出去的東西 有什麼 如果 因為像那個東奈亞 那個地區 我們並不是跟他們競爭說 哎 我們的綠豆 我們的紅豆 我們的綠布產這個東西 而且相當少 那我們其實重點是 高科技的那些產業 高科技的產業是跟誰 就像剛才講的 日本 他們為什麼還沒有簽 那個東奈亞三 其實有 很多的原因 但是 我們現在可以確認 他們現在還沒有簽 而且呢 我們 跟他們 日本和韓國 其實算現在 並沒有 很大的 而就是並沒有落差 我們是 公平的競爭 所以說 如果他講說 就是如果要用這種 平原化的前提來看的話 其實 開了中國之後 我們 會有很多東西過去 但是 利益上呢 我們有很多 工廠也會被吸過去 那 既然就變成 我們是要 表面上的數字好看 還是說 我們應該 不能夠讓我們 有更多產業跟資金 流到 流到他們那個地方 像是剛才講的 那個 海溪的那個 經濟區 其實這是一個 權衡之間的問題 還有 到底是不是 像 數字上面講的 那麼嚴重 不會 減少這個競爭力 並不會 不好意思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減答就好 不能跟他發揮 那個時間的關係 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三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單一出口的問題 就是 他的問題很簡單 他問題就是說 如果簽了只有單一窗口 那不簽會不會零窗 對 那 這個問題 就是 剛才想要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 像那個 工協他們成立了之後 還有 工協家他們成立了之後 其實 呃 我沒有把那個資料 放進去 就是說其實我們 銷到 東南亞地區 還有工協那個國家的 貿易額 並沒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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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就是 令你還手高 那這個問題就是 會變成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 然後我們再來想 如果 沒有簽去 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我們有很大的損失 還有 簽了之後 我們多了一個單一窗口 OK 好 那可能我們真的可以 再把那個東西 從中國大陸這樣 銷過去 OK 但是 就變成說我們的本 我們的一些 加油場地 還有我們台灣本來 等等 最主要的經驗就是 中小企業 過去 呃 應該講說大企業過去了 中小企業就在台灣 結果沒有辦法競爭 結果 崩盤了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壞住 已經是大於 好處 好 第三個問題 不簽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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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這個合約 極有壞處沒有好處 可以這樣子理解嗎 不好意思喔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那其實 如果講說只有壞處 其實是不能這樣講 因為就像這個話題有懷疑 它是有公代平 它不是直接懷疑 它有好處也有壞處 但是我們在決定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考慮到它的好處跟壞處 如果 正跟負加起來 結果是負的 我們當然不會做這個選擇 OK 其實就是 它有好處 但是不能夠忘掉它背後的壞處 好 謝謝 我們再次謝謝三位同學 八位同學 那下一組準備 那個 這個問題 如果要站在那個反方式比較難 我記得這個雙英變動的時候 小英他也是贊成 只是他是認為要有配套 他之所以反對 是因為你配套沒有做好 我沒有看到你的配套 然後應該這樣講 譬如說常常有人講說 長江竹壩到底要好不好 已經足了 你不能再講好不好 那就是不好要讓它變好 就是說它有沒有一些危險 有 那你不能讓危險產生 譬如說長江竹壩之後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 叫做什麼 生態的災難 如果不小心 不好好處理 不配套處理 那就會 最重點是在配套 後續的監督 所以F小英的觀念是說 你的配套在哪裡 我沒有看到你的配套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一些疑慮 針對這些問題 你有個沙盤可以演過 你可不可以用很簡單的話 跟百姓講清楚 也就是說講不清楚 就是講不清楚 那也有可能 就是它只做了 它只管前面 那有中間的後續影響 還有長期的後續影響 有沒有 它應該講說 有F為什麼要簽 我講過 說贊成的人應該講不簽 應該講說F有什麼缺點 對不對 如果你要贊成的話 你應該先講 前F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危險 針對這些缺點 這些危險 我的因應措施是什麼 這樣人家給我聽懂 你不能一概地講說 簽F就是好處 誰相簽 當反的 你說簽F都出外出 也沒有人強進 所以我說 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就是說 反方其實 你最好的做法 就是說 你最後要說你反對 一開始就講 你要講 比那個贊成都還會講 我簽F這麼好處 1 2 3 7 8 9 10 他講10點 你就講20點 他沒講到你都講 但是在這裏面 你找到缺點 然後他沒有配套 在沒有配套的狀況 想是不能簽 你就這樣講 然後呢 要贊成的人也應該這樣講 我知道F 你要找到比小英更多的缺點 1 2 3 4 7 8 9 10 這麼這麼多缺點 有這麼多危險 但是 我還要贊成 為什麼 記得 我們要養成的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習慣 一個態度 就是說 兩面並成 我們常常聽到說 一件事情常常有兩種說法 這個是很麻煩的 在法庭上 常常一件事情 明明一個真相 卻呈現出來是兩個真相 有沒有 那你就知道 要有些人 選擇新的去全治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的倫理訓練是說 我們要完全的真實 就是厲害 完全的並程 這就是我們要訓練 所以哪一天 你到公司去 你當所謂的總經理 或者你要提一個案 一個20億或200億的一個真資案 那你要講 譬如說 現在他們講LED 像我本身是反對LED的 那我可以講LED有什麼優點 我可以把LED的優點全部講出來 你們沒想到我都想到了 一大堆優點 但是 為什麼我還是要反對LED 因為它有1 2 3 4 7的缺點 這個缺點 造成你一定會虧損 然後為什麼會有市場 因為中共開放市場給你 那除了中共之後 你沒有市場 那你說別的地方市場 我們也進去 你進去看看 都是專利地雷 那採到就引爆 你就賠錢 所以要把話講清楚 那如果說我要戰勝 OLED 我會講OLED有什麼缺點 大家都知道 你不知道我在講給你聽 你不清楚 我講給你更多 OLED有那個缺點 這個缺點 一大堆一大堆的缺點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要投資 也就是說 你要贊成 你要反對 那個事實的真相 呈現 是關鍵 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態度 我剛剛講 這可以映入到我們生活 很多地方 各位如果這樣說 我相信你們的說服力 會比馬英九更高 你們說服力 會比蔡英文的說服力更高 然後我們的能力 不能停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超越他們 因為將來的總統 將來的內閣 或者重要的 都會出自你們 你如果不是在園區 或者你在園區之後 你現在變成是張中謀 你變成是郭台銘 然後接著 因為你從商成功之後 你對政治是可以有影響的 但是你的說法夠清楚 政府如果沒有延長你入閣做經濟部長 起碼他會請你當執政 那你說話就算 因為你的數據非常清楚 你的話又變成你的決策 對大家就都有幫助 所以我們需要看到 是同學有這樣的訓練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也是關係到 剛剛那是關係到台灣了 很多人的 接下來是關係到清華大學很多人 那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去尋找真相 我們歡迎第三組 我們要講的是校園坎樹事件 那這是我們的園坎樹 好那我們進一下來 這是當初坎樹的樣子 大家觀賞一下 那我們大根就是一開始想引言 然後事情的緣由 然後看一下就是之前 有人曾經做過類似坎樹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 就要受違反程序之說 還有接下來各方意見 然後結論 然後再給大家顧問 那一開始就是 因為在今年4月的時候 然後豬教授就 呃 砍了物理館旁邊的那些數目 然後引發大家在TALK 就是NTH1開始討論 然後有學生跟教授 還有當事人的意見 然後學生就問為什麼要砍數 然後教授有統計所的教授 然後他也發出自己的聲 聲就是很心聲 然後還有那個 豬教授就講說 我為什麼要砍數這樣子 然後支持跟反對意見 僵持不下 那到底哪一方比較有道理 然後事情開始就是 4月10號就是 物理館旁邊的 物理館旁邊的樹 然後統計所的教授 老樹和近招跟砍 就是在NTH1 NTH1本他沒有討論 那我就來講一下就是 呃 之前有過的經驗 就是在 物理館砍樹之前 還有 新華蝴蝶園也被砍 就是 在96年的10月 然後湘思湖旁邊的 有一些樹 然後是布城樹林 也被 呃 被中文系的教授砍了 然後他沒有經過警官委員會的 努力 然後他自己延續砍 然後最後 最後 呃 在警官委員會 然後出來討論之後 他道歉 然後可是之後的結論 既然是 呃 授權給人社院自己處理 然後警官委員會 不予以干涉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清納女素前 就是 女素旁邊也有很多樹嘛 那在 去年的2月 也有 呃 一連串的討論 樹為什麼被截肢了 那學校的回應就是 因為 旁邊那個馬路在施工 所以就要把一些 呃 干涉到施工的樹 要把它剪掉 然後看完 清納再看校外 校外 台灣師灣大學 在94年8月中 出假的時候 他們校長也說 呃 要砍樹 可是他們是 瞞著 呃 老師跟學生 然後自己砍 然後有人說 呃 有其他教授就說 呃 因為 因為前 這個砍樹的校長 是 那一年台北聘請進來 然後前一任校長 是因為好像有 風光的事情 然後被趕出學校 然後這位校長就講 呃 其他老師就說 呃 可能這位校長是因為 數太多 然後造成 造成那個 聚集的陰氣太重 導致就是 可能會對校長的關於不利 所以那個校長才會 所以那個校長才會 所以聘請進來那個校長 他會想 改風水然後砍樹 然後砍樹 然後砍了高達有30顆 然後可是呃 呃 台北市 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說 樹林超過50年 就砍了就要罰 10萬元一下 可是那個教授又說 呃 那個校長說 那個樹林沒有超過那麼多 然後一些學生也反應說 原本那些樹很多地方 是個約會的好地方 被砍了之後 一點情緒都沒有了 然後再來看台南大學 他在98年6月底的時候 也有6顆 椰子樹被砍掉了 然後呃 被砍掉的原因就是 他們說 椰子樹曾經發生過 壓死人的意外 那為了這些意外 不要再發生 那他們就決定 把6顆椰子樹砍掉 然後之後 我們再看到中興大學 大概94年9月的時候 因為派利颱風來襲 然後把全校捲的就是 樹木 就是 樹木歪斜這樣子 然後他們共砍了 他們共有125顆樹 是 就是 在這次颱風組建的 那其中是 其中7顆 因為它的歪斜還沒倒下來 所以就決定把它砍掉 然後其它是因為風吹倒的 那我們看完台灣再看台灣外面 就香港的中文大學也在95年3月中 因為要興建大樓 等一下再看圖 因為要興建大樓 還有新書院跟增建校冊 然後導致要砍樹 然後引爆很多人的不滿 所以這是我們就是 歷來的經驗 然後 照片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報導 好 那我們進行下一個 然後 看那麼多前面的例子之後呢 我們就回歸到這次的事件來 這次事件呢 很多就是 蠻具爭議的就是 我們的助教授他們 沒有違反程序的問題 然後 這是我們93年 有警官委員會 那時候所致病的 而且並且沿用自禁的法規 然後 就 看看就好 因為時間關係 然後 先解釋一下 助教授他的理由 就是呢 他為什麼要砍樹 就是 他想要改善護理管旁邊 人行道凹凸不平 然後還有 狹窄的問題 就是 狹窄就是因為 那些身體有障礙的人 就必須要跟 就必須要走馬路 人行道沒有辦法行走 然後 防身呢 因為那邊凹凸不平 有隨時 有可能會被絆倒 以至於說 走馬路 走人行道也不定 比走馬路還要安全 這樣子 然後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呢 因為原本警官委員會 和學校的決議是說 那邊是要避開 那邊的黑板樹 然後 然後 並且鋪設那種 木雜道 可是 因為那個黑板樹 牧雜道 它有壽命 然後黑板樹 擋很快 樹根最次都鋪起來了 然後每個一段時間呢 可能就要重鋪 然後 藉此一定會 犧牲更多的樹 然後第三點就是 黑板樹本身就不適合當 道路的 造景樹 因為呢 黑板樹呢 它容易就是 被風大風一吹 然後就掉下來 就是在我們 材料板旁邊的 西院那邊的 教授樹 所以就是 常常會發生 黑板樹掉下來 然後 雜壞教授的車啊 或者差點打傷教授 這樣子 然後 第五點就是 我們現在的警官委員會呢 他們 近年來都多 多採與 共識局 就是說 即使你的 論點呢 在總有道理 你是多麼為了 榜生著想 或是為了那些 生產的學生 著想 只要你想要砍樹 然後有別人 有別種替代方法的話 一定都是否決 就不准砍樹就對了 然後 欸 這邊就是因為 朱教授他原本也有 就是 知道說他們要 蓋那個木杂道嘛 然後就說 他們去 他就 寫信啊 就是上去抗議啊 就說我們 然後去建議學校說 會不會不要這樣 然後 可是他途中有提醒 提醒他就是 建議說 學校就看可能會砍樹 然後可是呢 就是 校貴是那個 李主任啊 就說 只要我會砍樹的話 鬼會 會 同意啊 然後就是 不要再引起 無謂的 爭議啊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直接把他的 建議就擋掉 就沒有送神這樣 然後呢 第五點就是 差不多在四月初的時候啊 朱教授已經在 布林館旁邊 就是看到 他們 就看到已經總部長啦 就是跟那些包廠已經在 開始 開始 橫養那些到底要怎麼開始蓋啊 所以他說 再不如砍樹了 工程就要 砍 就要開始複製那個木杂道 對 就是 幾花錢都 浪費了大量入場 然後 隨後 然後我們走到這邊就是 就是 朱教授他真的有 違反 程序嗎 就是 我們剛剛就知道 第四點他有 歌法程序的 去送達一些 建議 對 然後後來呢是被擋掉了 然後 之後還在 輿論壓力下 他也是坦承一些 俗詞 就是說 欸 就是沒有 經過委會的審查 然後就 私自的去砍他 然後 砍出起來沒有法 不公報的 然後 後來他也後來也後續了一些承諾 就是說 未來人審到絕對不會 不生不雜到 然後會 種更好的樹 然後 並且會出席校務會議 然後去 解釋這一方面的問題 接受 校方的處理 然後 然後第二點就是 比較有爭議了 可是大家都會誤會 因為其實他的三千元呢 並不是阿維穆迪西說的 他只是 交給穆迪西的 新主任啊 然後並由學校的指導 只是呢 轉交給校方 所以我們就 不用再言語說 我們沒有學費 就是要學朱教授去砍出來 抽錢這樣子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些 他教授的點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的是 季所的 趙蓮菊教授 他的說法 他認為說 不管主要的情況下 覺得他遵守 校園的程序正義 不管大家會進行有樣學樣 今天你砍一個書 明天我填一個鼓 他這樣子 後天還得了 然後接著是 他公然違法坎術 他一直覺得說 就是 物理系的教授 他這樣子 拿殘兆人士來當中打鍵盤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完全也不經過 不經過大家同意 然後也不送神 就是警官 警官那邊就是 決定說 到底值不值得坎術 這樣是很不對的 然後第三點是 黑板術 並非所謂的壞品種 照當作的理由是因為說 當初原本以前黑板 也是有黑板素來做構成的 所以每個物種 他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不是說你說壞就說壞 然後他說 OK如果妳要 如果妳需要的殘兆人士 或者是盲生要行走 妳可以用採取 廢除停車 隔來代替砍術的做法 然後同時 他還說 物理系的就是這門口 他本身就已經有殘兆步道 所以這樣說 並非就是說 欸 就像他說的那麼嚴重 就完全沒辦法走 然後最後一點是 豬教授砍術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做了 就事實上 剛剛又有說到 嗯 在 在之前在女廚旁邊的時候 女廚旁邊有風鈴小禁 那個時候也就是豬教授 跟另外一個警官委員的 兩個人就是 私底下就這樣去決定 然後就決定把他結職了 然後他懷疑是孝邦諸 因為孝邦之前在 也是沒有經過公告 就在昏迷湖上面 就立了水泥住 對方舒涵 總務長是覺得說 嗯 嗯 這件事情不是總務處他們 同意 他們一開始也不知曉 大家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總務處同意的原因 是因為剛好總務處有一個 剛好有一個工程 是跟 跟改善人形物道有關 所以才會被誤會 然後經過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同意說 以後工程車進入校園 也都會經過 也都會經過許可 然後他們也說 豬教授那個時候同意說 他認錯 而且願意接受任何處置 但事後就叫做發表 發表說 這件事情其實他沒有做 所以就說法不明 其實校長只是 說喊只是說 這件事情並非校方默許 而且同時他還認為 民主必須要在大多處人 都同意的情況下進行 學生意見 學生意見最主要就是 以前就有這件事情發生 而且必須要遵守秩序 但事實上也有人同意他的做法 我們他的做法是 學校的體制版就非常的混亂 但是問題有一些東西不是可以等 至於結果 好快要留到未來的評估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欸 坦樹這樣只是違反成型 那怎麼沒有考慮過 為什麼 我們已經不前面子見證 為什麼 為什麼教授他每次要違反 他就還是依然要這樣做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結論 事實上我們剛才探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能單純只是在 就當香檸在那邊嘴套 我們要有高標準的 原理性 還有健全的道德的特性 然後我們還要 進行專業的收集資訊 還有分野 然後檢查自己有沒有 真的是為了大家 然後做出來的奉獻 後續的發展 就是朱教授 他最後就轉職到了台大 擔任了二品講座的教授 然後企業界也捐了23顆老貴數 而且他也希望 清大型的優先證能夠落實 這是我們來參考資料 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報告 從工程人員的角度看 校友台書的事件 然後下面這邊是我們的主任名單 然後一兩開始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報告動員 那就是 我們在尋找資料 還有收集資料 當中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想要藉由這件事情 就是校園彈出這件事情 然後更了解這個 校園失誤 還有藉由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 從各方的角度去看待 這整個校園 這件校園失誤 然後還有 藉進從經驗中學習 我們覺得 從這件比較具有真意性的事件當中 我們可以 就是學到一些 嗯 就是經驗 然後以後可能 就會比較常去思考 我們之後該怎麼做 那我們要 原本要給大家先看一段新聞 但是因為不能上網 所以就有調過 就是這個新聞主要是 嗯 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 就當初發生這件事情 當初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就有記者來學校採訪 採訪了學生的意見 然後還有 嗯 剛剛那個公視新聞 有葉林全葉副校長的意見 那雖然就是剛剛那一組 有大概已經有提到 整件事情的經過 還有一些各方的看法 那我們還是 那我們還是再把它整理再講一次 就算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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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教授他以考量伸脹、視障身安全 以及黑板素掉落樹幹安全顧慮 在今年4月10、11、11 將物理細管旁邊的黑板素砍除 但是因為未經校方正常行政處理程序 而遭到質疑這件事的正當性 那我們就想說 那什麼又叫做正當程序呢 所謂正當程序到底是什麼 那根據93年 校園景觀環境審理規則 通過這個規則 有一整篇 就是關於景觀委員會所需要的一些程序 那我們跳錯了幾點 然後讓大家就是參考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影片也大概有講到 那就是校方的回應 首先是校長 校長在這件事情發生過後 就一二開始就發了全校信 對全校師生講述這整件事情 那校長也有提到 就是校長的意見比較偏向 他是反對這件事 因為他也他好像後面有講到 民主的可貴在於其過程 與決定事情的體系 要實行民主 先要經過多數人同意的過程 建立一套共同決定事情的體系 所以校長認為 在未經正常程序的情況下 這樣子做出對校園景觀的改變 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這個圖就跟剛才一樣 那再來是老師教授的看法 第一邊第一個是正方 正方這個是材料系當事情教授 他的一封寫 那他有提到 因為黑板樹他是屬於樹型高大 而且質感鬆脆 樹跟樹段而且浮於地表 就是黑板樹其實是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種當成那個路道樹 因為他他涉長太快 那還有像下面 在清華坎樹要經過警官會 全部委員同意 根本不可能 只能盡量修整一些質感 就其實這整件事情 一剛開始已經 之前有被提出來討論過 但是因為一直沒有 一直沒有經過 一直沒有通過那個審查 所以所以教授 朱教授可能就 覺得這件事情不能再脫了 所以他就自己 自己砍死 那反方的是 統計所趙聯軍教授提出的 就大家就可以慢慢的 好 那接下來是 主要是從 校園BBS團上面 就是我們結錄了 就是我們去那個 NTHO版卡尾 然後就是結錄了一下 首先的看法 就是首先我們要講的是正方 正方認為教授的本意是好的 就是他其實是為了要就是 就是要讓那些 赤藏者移椅 就是坐輪椅 就是他們可以更方便的行動 然後過於時間問題 就是因為工程已經在進行了 所以說 就是才必須要就是 直接把順帶掉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就是其實 其實朱教授曾經 就是之前曾經 曾經擔任過很多次的 警方委員會的召集人 所以就是他應該是知道 這個行政流程 就是需要花費一些時間 然後而且執行有他的困難度 像比如說他們所謂的共識局 就是就是 對於共識局的話 就是共識局就是 在他們的敘述 在朱教授的敘述是 就是在警工委員開會 然後必須要所有人都決定 這項議題就是可以通過 然後他才可以 他才可以執行 如果只要有人反對的話 這項提案就會就是無法通過 然後第三項呢 就是黑板書會對行人造成很大的危險 就是剛才上次有講過就是 對於就是樹幹掉落啊以及 以及那個 會使地面貌凸不平這些 對所以就是他們 就是這些學生認為 就是教授這樣都是對的 然後反方認為呢 就是教授不守程序是帶頭違反 就是他們認為教授應該要 就是循正當的有成 就是雖然他本意是好的 但是如果不循正當的有成的話 就是這就是一個違法行為 然後身為教授就是應該要遵守那些程序 就是要不然的話就是帶頭就是 給學生做了不好的示範 然後第二個呢是 邁淑的錢應該交給學校 或者是物理系 像這個就是剛才那組有親情過 其實是就是交給物理系主任 然後交給學校 所以就是並不是像板上所說 就是直接納為物理系所有 然後第三點呢 是就是一開始清華 清華就是蜜雲呢 就是以水清木華的蜜雲 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遵重生命 就是他們覺得就是教授 應該是想辦法還可以說過移植 而不是突然可以看出 然後第四點呢 就是他們認為 校房應該要主動找開說明會 就是讓食神品牌 那些事件的經過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就是 學校就是他們自己在板上 就是大家 大家像是一個自發性的運動 就是就是有人去問教授啊 有人去問學校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其實也沒有就是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就是 校房告訴學校食神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的經過 好 然後接下來是學生的意見 就是 在這整個事件中 就是在板上 在板上就是大家也討論很熱烈 但是就是就是 他們會希望說就是 學校可以給多一點的 就是開放的溝通的管道 就是讓我們 就是適當的表達學生的意見 就是第一個 就是請學生會發起活動 說請學校主動上學的回憶 就是這個這個 校園坎說的事件 就是他們認為就是 就是學生會就是在 在這種時候應該要站出來就是 就是代表學生 然後來像學校表達意見 以及提出一些質疑 然後希望就是 這是一個管道 然後可以讓我們更清楚 就是把事情發生的經過 以及就是我們所要表達的復仇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求 決定懲處程序要開會 而且一定要有學生代表在 就是希望就是 學生可以透過懲處人會 以及公開的說明會之類的 就是可以表達學生的意見 然後第三個是 那個撐出婚人會議 應該要對學人透明 其實應該也是 就是像上一個一樣 就是就是我們都要知道 就是大家都有權利知道這件事 就是之後的走向 好然後我們就到最後就是 就是工程人與對象人坦素 然後我們先把工程人 就是工程人守則就是 一個工程師 身份對於部主客戶 公共社會與環境責任 所於考慮的道德論理 然後我們的觀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 誰應該會為這件事情 道歉或負責 就是這件事情在 在晚上以及在學校 其實就有一點討論 然後在我們的資料 就是在我們爬板問中 我們發現就是總部長有一封公開信 然後他有說到就是 就是如果任何時間上的屬實的話 才會願意負全權的責任 然後但是但是 這件事情真的是 總部長不錯嗎 就是其實就是這件事情 應該是就是 總部長或就是 就是必須要有就是 有人真的出來 為這件事情道歉或負責 像竹教授就是 認為他來觀點是對的 其實他也沒有就是真正的道歉 就是真正的道歉 所以說這件事情 到底是誰應該來道歉或負責 就是這我們來就是去探討 然後第二點就是 就是當受僱執行砍 說者是否注意過 就是負負此事是有通過什麼 就是上受僱執行的 就是還要砍是清華的數 那還只有經過就是那個 教授的同意 那還知不知道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經過 受訪的同意嗎 然後第三個是 施工廠商應該如何 在受訪程序圍 以及自己升級考量 只有平等 然後接下來就是眼神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程序的問題 然後第二次是 少方探討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就是 學生課的問題 然後結論的部分 大大哥圖上面寫的 第一個是學生對 對校園公共事務的關係 這件事情激起了學生 對校園公共事務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尊重校園言論自由 匯集多方意見 還有我們想要解決之道 可以移到學校 比較瘋狂的地方 例如台積館幾點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是 這件事情 重置學校共同商好 就可以想到比較難的幾點吧 好 就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機會有誰要問嗎 好 一個問題兩個 三個 好 最後曲折也很快 四個問題 然後也是一樣 同會同答 我個人認為就是 朱教授他做決定 是需要有限的 那我們假設 如果他真的重生 那如果不同意 不同意就是歉意 維持人害 朱教授會不會做 砍作決定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 那麼 其實這件事不是 我認為他重明在於 雙方意識的落差 那麼 當你以後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除了說 朱教授有辦法做錯事情之外 你會稱讚他的本心 是好的 好 那我想問的是 你們的解決方法就是移植嗎 那為什麼移植不移植到那些就是反對砍術的人家旁邊呢 你們既然知道那是高危險 可是為什麼不直接移到那邊 那你說移到那個大草坪 你知道假日很多家長會帶小孩在草坪上玩 那那個小孩就活該被打工 我想要說的是那個學校行政 就是警官委會幾乎會為了寶樹的理由 然後將一些行政都是案子 然後就是駁回 其實我之前也有做過這個調查 然後問過一些就是警官委員會的一些總部長 然後他們都常常會因為就是說 要做一些行政然後被駁回 然後像是這一次的事件 砍術事件或是之前有很多什麼女術要帶 然後要引術的事件 然後都會被駁回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趙偉是不是在警官委員會呢 就是常常為了寶樹而駁回一些 就是明明就是為了讓一些人就是會有危險 或是說為了讓大家更方便 然後為了寶樹而駁回 這樣反而是不是覺得不好 這樣 餵 那我的問題是就是 那就是中間有提到就是 學生應該要對就是 對懲處會議發表 那這件事情看來就是 校方曾經專案調查以後 校方是沒有做出任何的懲處的 那就是等於是校方自己決定懲處的 那就是沒有 那大家是 那你們是不是認為說 學生應該去參加這種 如果是教授公然違反校園規定 然後學生要可以懲處 那如果是這樣 這件事情是 學生可以影響懲處內容的話 是不是所有就是教授違反規定的 學生都應該去參與 然後去決定懲處內容 好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就是 謝謝你就是提供意見 就是其實我們 我們也肯定就是教授的本意 而且我們也並不是站在反對內容 就是我們肯定教授的本意 就是但是希望他就是 對程序就是可以更落實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移植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所謂移植到大草坪 就是到那種就是樹 就是有成群樹 就是看起來像森林的地方 就是應該大家不會想要走進去 或什麼之類的就是 對就是然後 我覺得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是移植到就是那些 那個反對的人的加門口 就是 嗯 以怨抱怨的行為 這樣是不太好的 就是對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對於教授 教授成縮這部分 就我覺得學生應該是有權利去 就算我們沒有權利去決定 這 教授到底要該的受到承受 但是我們也權利去參與這件事情 去聽這件事情到底是 怎麼樣的發生 然後 懲處 懲處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樣經過 並不是我們就等可以蒙在 對 蒙在鼓裡 我們可以表達意見 所以我們不可能 可能沒有辦法去做出一些 決定性的東西 那第三個問題對於大人 你講的 包括這件事情 這事情 還有就是之前的女術 然後移植術 還有就是最近的蓄水池 一些事情 然後就是常會為了就是保住 然後有把一些就是 比較方便於人 或是保護大家的安全的一些 就是案子夥管 到底是說有沒有必要就是 就是做 就是在這個警官委員會 有沒有必要將這個一些 就是條例做一些改變之類的 我想警官委員會 因為他的本意就是就是為了 維護學校的警官 就是就是他們 他們那個委員會的立場 就是其他就是其他的單位 應該提出就是其他立場 比如說就是對學生有利的 或是對其他有利的立場 就是警官委員會 就是他們他們必須要就是 站在那個立場上 謝謝四個同學的發問 謝謝這一集的報告 謝謝 這個最後的結果 不曉得 應該說學校不敢說是一個 懲處委員會 學校只是說是一個 調查委員會 因為學校裡面的老師 沒有任何一個有資格 去懲處另外一個老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在事件還沒有調查出來之前 就說要懲處 這句話就有點為審先判 對不對 通常你記得 如果學校對外宣布 很清楚講的是說 要成一個調查委員會 要去調查 去調查 那這樣講 調查我不曉得調查報告出來沒有 如果沒有 那學校必須給全校一個報告 對不對 這個是他必須做的 我們沒有說他要去處罰誰 我做什麼 沒有都沒有 他要給一個報告 給一個真相 如果這個砍術事件 我們都知道真相 那兩顆子彈的事件永遠不要知道 大家不要以為兩顆子彈過了就過了 大家都知道 甘乃儀被槍殺對不對 你們現在知道還在調查當中 那個真相快出來了 你說經過這麼多年 已經不可能了 已經不可能知道真相 不是耶 反而經過更多年之後 有一些可以釋放出來的機密資料 釋放出來之後 有些當初知道不敢講的人 後來他敢講 然後他也能夠證明 所以甘乃儀被槍殺事件 已經慢慢有證據了 那個真相快要大白了 那你說兩顆子彈到底是誰打的 人民是有權利知道的 在青凡大學 我們是有權利知道 而且他也答應了 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我們要的是真相 從真相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學習 曾經有一個故事 我不記得細節 不過他講的是這個意思 就是 人家說他是猶太人 猶太人被抓 他說我不是猶太人跟我沒關 然後他是某一個人 什麼什麼 他說那我不是那個人跟我沒關 但有一天他被抓 連別人都說跟我沒關 每件事情都跟我們沒關的時候 最後就會到我們頭上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跟我們有關 跟我們有關 然後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對自認真 對人包容 對不對 你說那個 女生宿舍那邊 樹會打到的人 事實上也不只是殘暗 殘暗的同學人是會被撞到 事實上還有正常的人 就被撞到 對不對 那難道沒有兩拳其美的選擇嗎 對 坐下來想 其實這個案的人是很好清的 那你不要因為說他一下子想不出兩拳之計 你就攻擊他 這個看數是奇情可助 哪有到那種程度 那這樣 這種好事誰要做呢 建議我們的事誰要做呢 對不對 這是台灣今天沒有英雄嘛 對不對 如果說一個男生去救一個女生 假設一個女生招致到強化為救 然後最後家屬說 強暴在這裡你還是誰 那如果 如果事情都出去幫忙的人 還反揮被敗 還被社會的人這樣子 都一起攻擊 將來誰敢去 去做任何好事 這是 不好的 所以 我覺得謝謝 謝謝同學最後 針對這兩個就是 爭議性極大 但是跟我們關係極大 不要看砍住世界是小事情 我覺得學校裡面的人聰不聰明 就看到這種 小事都處理不好 還處理什麼大事 所有的大事都是小事的人 其樣 小事做不好也不可能做什麼大事 你從小事件上面 你看到這樣傷了 你就可以知道 那如果有真正厲害衝突的時候 那他下手絕對不手軟 這是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講 也沒有說等到你們要成為教授 你常管清華的事情 你是清華校友的時候 你就有資格可以管 你就有權力可以知道 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你懂得應用你的權力的時候 將來你成為公民的時候 你在公司裡頭 你的社會裡頭 在台灣一環甚至兩岸的地方 你就有權力 你就知道如何形成你的權力 我相信很多人會因為 你行使你當行使的權力而得到祝福 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最後就希望你們期末考 沒考完的考得順利 那考完準備過一個好的暑假 不過記得 不要一直睡覺 記得一定要去看三部好電影 看三本好書 去玩三個好地方 有預算的到國外去 沒預算的就在台灣 然後基本上 沒事到實驗室去 去做專題 去打工 去體會到人生 然後幫助三個人 記得跟你的家人 說三句好話 這個一定要說的 你今天說了 你今天就會覺得 你真的這一身值得 然後謝謝你 周遭的三個人 這邊是你的父母親 記得要去見他們 然後過一個好的暑假 下次如果在路上碰到我 同學有的我可能會記得 有的我不記得 不過不要在旁邊在那裡講 對不對 我最近碰到一些很好 我去買茶的時候 那個什麼 有茶室之外 有兩個學生跑過來 老師你也來買茶 他這樣講的時候 對 功能的同學 這樣子 那就比較開心 記得主動打招呼 你們不可能不認得我 我記得以前曾經有過 有一個人跑過來說 這位先生我好像沒見過 那我說你在哪裡見過我 我好像有修過你的課 神經病你好像有修過我的課 你還不知道還好像 清華大學頭髮那麼少的老師 有那麼多個嗎 沒有 沒有 你講那麼 你說你可以有一些 沒有 你也講到太老實了 他太喜歡你了 有沒有那麼好認 你都坐好那麼遠 這一桌 有時候你們還會回到前面來 對不對 所以記得打招呼吧 那有碰到什麼 那困難需要幫忙找我 但是有好事情 可以跟老師分享 不要忘了跟老師分享 好 祝假快樂